大家好! ST 到我! 今次要介紹一些比較舊的 Q 版港鐵車 或是應該叫做Q 版地鐵車 那時還未合併 它是零幾年發售 Q 版權約 03 年 我 03 年 大約那段時間發售 我真的... 之前一直都不知道這些東西 也好,可以看看那時的Q版車仔 和現在的Q版有什麼變化 看看它有沒有什麼進步或退步 首先都是最經典的 M-Train 是跟之前的合金屬列車模型的編號 那些東西都是一樣的 也是以中環為尾站 也是038 車序和A228 印象都是這個號碼 不會怎麼用其他 那這次它真的很厲害 是... 專門為每輛列車 它這個系列 專門為每輛列車 製造一個新的殼 而不像... 而不像現在去生產的這些 就全部... 列車型號都是用同一個樣子 都是用同一個車殼 對啦 那可以見到它都... 港鐵現在都是便宜了多少 由以前每輛列車都會製造一個新的帽 是金屬製造的 變成現在... 這樣... 輕飄飄的索膠 而且每輛車都有同一個帽 對啦 然後最重要的 就是那時候它雖然是有終點站 但是它真的放適合位 還有車序的 你看它現在出什麼出來 好好的 有個終點站的目的地牌 你竟然跟我放在太平洋裡 幹什麼 你舊真的做得不錯 你一看就... 你不用看它的印象 看它的形狀都很古道 你現在真的... 你不製造這些顏色 真的不知道什麼東西 真的說什麼 唉...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系列它製造完之後 就... 一直慢慢退步到這樣的地步 唉... 好恐怖 真失望啊 這個真的很好 真的... 在市區旋轉系列車 那... 就... 看它有些印刷的東西 去過連接位 那... 咦... 一直以來這個... 這個設計沒有怎麼改過 兩對門 那次第一代就... 這些不是人的 這些真的是黑上帽子 這些真的不好的 這些真的不好的 全都一樣的 這個就是薄摺薄位 格格也是這樣 228的車廂片 它是梯級 它是梯級上去的 都... 都弄起來了 其它是沒有的 這些東西 那... 這個就當然是印的 你看它這些... 冷氣 這些抽氣線 都是黑了出來的 凸出來的 它有墜手的不錯 那... 那輪子就... 那時候不是做得太好 我不太清楚 可能太舊還是什麼 我不太清楚 尤其是現在推馬馬 都不太順 不及那些Q品車子 就是順 不知道它發生什麼事 在錄片的時候 應該不會有問題 最多會有線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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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化可以退步得那麼厲害 不知道大家在三代Q版車內 因為這個不是活力車 所以不要玩Q版活力車 最喜歡哪款 這款還是這兩款 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